大彼岸天娜 昨日七一慶回归 沙田马场香港共慶回归赛马日 越港杯发生意外 第三场1200米 草地赛市中号6号码 光明之光 文明之光 赛市中取得第14名 但是冲线的时候倒地 有职员随即用黑色屏障围起 马会表示文明之光过了海船后 后之后心脏病发 抢救无效 马会更加说会密切监察马匹的健康状况 所有报名出赛的马匹 出赛前均接受严格的 受医检查程序 即是一只代表光明之光的马匹 他在七一刚刚好兴回归那天 宣布玩完 真的不要笑头 回归喔 那是呀 都回归了 那你玩完就对了 这个第一第二还有什么 就有热烈庆祝 一个伟大的工程高铁 结果昨天高铁五点钟开始停机 即是说高铁都坏 一架号称回归之后这么大的工程 摆多个用的高铁 结果昨天宣布有四班的高铁取消 六班的高铁延门 也都在七月一号 当全香港啊 尤其特区政府歌舞升平 穿汉服 穿一些明清时候的妓女服装 走出来的时候 接着竟然在快库街 晚上又再次发生大都会的 斩道一南一里 喂 回归喔 当然啦 那些警力去哪了 那些警力去铜锣环了嘛 去了湾仔 至于人民的生命保障 你可以省点了 而高铁为什么会选那一天坏车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马匹死亡 而这么巧的就是这一批 马匹竟然说到 好像香港一样文明之光 香港和世界越走越远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体制上高 开始改革 和全世界开始格格不入 接着又希望 全世界依赖香港的经济 就是说金融市场 是这样的话 这个是必然会失败 昨天三件事 在正国庆 在正玫瑰日那里 是讲得清清楚了 你说是天的预兆也好 或者刚刚好 又这么巧都 这个是事实来的 为什么不停地 有刀砍有 不是一个趋势 是因为香港的治安败华 把所有的力量 放在国安身上 而对于香港人的安全反而忽视了 这个和过往做法很不同 第二当然就是高铁 高铁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坏 当然了 你说这么有 这么巧 实际上都代表了 香港的治港无方 所以治港无方是什么 就是很多东西 在回归之后 陆续地松懈 陆续地改朝换代 和以前的规章制度 或者一些叫做公务元效率 或者一些所谓的叫做监管 出了很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高铁这么简单 你看到香港大学 一些重建的新的建筑物 接着你看到钢筋水泥凸出来 你看到李顿沙中线佛四万 你看到各方面 硬是好像和以前97年之前 或者是江泽民时代 是并不一样 那当然了 有了国安法之外 香港肯定是不一样 而至于文明之光 香港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不是先行者 是一部分 它也都代表整个中国的希望 就是光 光的意思就是希望 结果今时今日 香港反而走向大陆 由一个光明处处的地方 开始走向一个人事社会 就是黑暗 所以文明之光 在回归这一天 它突然死亡 那你就知道 这三种预兆究竟是什么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追踪 赞 订阅 课金 看广告 可以加入会员和Patreon 代表Odena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